地位 释迦摩尼佛是怎样的一个人 我说他是义务的 多元文化 社会教育的工作者 这大家好同 知道释迦摩尼佛是个什么人 我们对他这个敬仰之心就升起了 我们很乐意的向他学习 很乐意的我们自己也参与这个工作 我们跟释迦摩尼佛的地位平等的 大臣佛法永远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 我们推动亲近平等 平舍活品 等是等同 从事这个教育工作 推动这个教育工作 我们这一生没有白来 过得有意义 有价值 我们要跟世间一切族群活活 首先我们家要活啊 我们一家都不活 那还谈什么 中国人常讲 家活万事心啊 所以先从一家活目做起 怎么活一定要懂得 四谢坛四摄法 这是佛徒善巧方便到极处啊 把四谢坛四摄法落实就达到了 家就合了 你要是公司航号 你你的一个公司一个航号也合了 你这里一个国家 国家也合了 我们教育这个世界 一些人民 世界人民就合了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题